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70万左右 那很可能在本周内就有可能会突破了100万 这可以说是从12月开始整个疫情的这种萌发 到现在短短的大概三个多月 这个变化之快实在是让人才没办法想象 但今天我们主题要谈一谈这个疫情当中 那么在美国的话 纽约是一个重中之重 而在中国是湖北 虽然说湖北已经解封了 但是各省在阻挡湖北人 就是所谓的歧视 那一样的这种情况在美国也出现了 就是纽约人 那么现在也面临到了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的标题叫做 同事天涯沦落人 美国搜查纽约克中国阻挡湖北人 好 讲到这个最新的疫情的部分 现在包括美国 意大利 西班牙 德国 这些欧美国家 最近这个周末 那个病例都持续的暴增 在过去的这一天 美国增加的病例达到一万八千多 现在累计病例是十四万一千八百五十四例 而死于死亡的也增加了两百多例 所以累计的死亡病例是两千四百五十七例 那意大利在过去这一天 新增的死亡病例七百五十六例 现在累计死亡已经达到了一万零七百七十九 大概是中国的三倍 那么另外意大利的新增病例是五千两百一十七例 所以累计的确诊也达到了九万七千六百八十九 很可能在明天就会破十万 跟美国一样变成是六位数的确诊人数 那么西班牙新增死亡病例 在昨天这一天非常的惊人 达到了八百二十一例 那么西班牙现在的整个的确诊病例已经过了八万 所以很可能明天也会超过中国的确诊病例 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全球确诊病例的排序 是美国 意大利 中国 但是西班牙可能明天就会超过中国 而死亡的病例的部分 现在第一是意大利 第二是西班牙 中国还排第三 但是现在看起来美国也有可能会追上来 而美国的疫情当中 纽约是全美的疫情中心 到目前为止 纽约的确诊已经达到了五万九千六百四十八例 应该随时会破六万 那么纽约州是疫情最严重的地区 那同时昨天这一天 纽约州的新增的死亡病例也达到两百多起 这也创下单日最高的死亡人数的记录 根据统计 纽约州的死亡病例占到全美大概百分之四十以上 那可以想见纽约是多么的严重 那川普本来讲说希望能够在复活节 就四月十二号全美就能够恢复正常 那么该开工的要开工 但是他昨天也改口了 他说这个日期希望能够延到四月三十号 可是美国的专家 就是这个佛奇 Anthony Fauci 他是国家过敏传染研究院的主任 他警告说 武汉这个新冠肺炎可能在美国会夺走 多达二十万条人命 而且会有好几百万人感染 那么他言下之意 似乎并没有像川普总统这么乐观 事实上美国的哈佛大学的专家 已经做了预测 他们认为那么最后有可能美国的疫情 或者整个新冠肺炎的疫情在全球 可能会达到一年以上 那也就是说到暑假 不要说到这个四月三十号复活节 这都不可能 应该是要到一整年都会有这样的状况 那么这一整年代表的就是 一个是这个整个的这个更多人感染 那当然也有很多人可能有免疫力 但是同时疫苗也可能会研发出来 但在这个之前 全球可能就会有几十万人会死于这个疫情 好 讲到纽约的部分 因为纽约现在已经成为 整个美国的这个疫情的重灾区 所以开始美国出现一个现象 就是对于纽约来的人特别的提防 我们先看到的一个是临近纽约的这个罗德岛州 罗德岛是美国这个本土里面人口最少的一个州 那么因为离纽约比较近 向来是纽约克喜欢夏天去那个地方度假的一个地方 尤其在新港地区在Newport这个地方 那罗德岛的这个州长 他是一个民主党籍的州长 吉纳雷蒙多 已经在前两天上个礼拜五 那么这个宣布要针对纽约的部分 要强制隔离 他签署了一个行政命令 对象包括在过去两周内造访过纽约的所有人 那么效期会到4月25号 而这个所谓的强制令要进行什么事情呢 就是要求所有来自纽约的人都要隔离 那么为了要彻底的落实 所以罗德岛州的警方从27号开始 已经拦下纽约牌照的车辆 那么国民兵也从28号开始协助 挨家挨户的搜寻 近期内曾经造访纽约的民众 那么要求他们要隔离14天 那这样的一个做法 当然是对纽约的一种歧视 因为不是说每一个纽约来的人都可能感染病毒 但是现在每一个州都是要保护自己最为优先 其实上不止罗德岛州 包括佛多里达州 阿肯舍州 他们现在也都针对来自纽约州 还有外国的旅客要自我隔离14天 那么连白宫现在事实上也都戒备申言 白宫现在是要求从纽约来的人都要先进行隔离 才能够进入到华盛顿这个特区 这是在美国的一个状况 我们讲说 美国不是一个非常的重视人权的国家吗 但是疫情当前 每个地方的人都先顾好自己最重要 好这个我们把镜头转到中国 中国湖北从3月25号开始解除封锁 那么武汉也降为这个中度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区 那么湖北本身正在逐渐的苏醒 湖北的车站跟这个航空交通 现在也慢慢的恢复 但是有好几个跟湖北对接的这些的临省 现在反对湖北采取了隔离的一个措施 那么让一些湖北人就算你出得了省 却没办法返回你的岗位 好我们看到的是南方都市报的一个报导 那么他特别提到说 因为湖北省内现在是除了武汉以外 湖北人可以凭借绿码就是健康码来自由流动 但是这一点在各个地方未必能够确认 因为很多的省并不认可湖北的健康码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 有个湖北的女婿吴飞 她是贵阳人 她3月20号从湖北回到贵阳之后 就还是被要求自行到酒店自费隔离 那她抱怨说她放着家里的房子不住 每天花几百块要到酒店隔离 那么另外在北京生活工作的梅丽 她这几天准备返回北京 但是因为她北京的房子的租期 在3月22号已经到期 所以她不得不另外在选别的地方 要来租房子 但是现在北京很多的社区 对湖北人的政策是不欢迎的 所以变成说她想要在北京找房子 变成很难 那么到处要写委托书 而且要找四个人证明说 你14天之内都在北京 没有离开这个北京的记录 那所以呢这位梅丽 她因为她的身份证明是湖北人 所以她在北京找不到房子 而这样的例子也不止在北京 那么在上海的有一位姚玉杰 她也因为湖北人的身份 造成了她就医上的困难 那么姚玉杰她前两天准备从上海的家中 前往医院看耳鼻喉科 结果在APP上预诊看诊的时候 APP却显示说因为疫情的防控需要 所以要暂缓针对来自疫情重点区域的人 到上海来进行预约的服务 所以你就医必须在当地整治 那么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讯息 让姚玉杰感到前所未有的一种被歧视的感觉 她说我是湖北籍没有错 但是我早就有上海的户口 而且我今年的过年也并没有回湖北去过年 我的健康码拿的是上海的健康码 同时也显示是绿色的 是没有问题的 那为什么我不能再网上预约 所以她感到很愤怒 她说你严格防疫是没有错 但是你光看身份 正好就一刀切的对待湖北人 那么我们刷健康码又有什么用 好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山东 这是澎湃新闻的报道 那么这个有网友27号在微博上发表说 她经过山东济南 想要下高速公路找酒店休息 但是呢很多家酒店都拒绝了 说他们不接待湖北人 那她说她的户籍是湖北 可是她没有去湖北待过最近 可是呢也不行 这是在我们看到的在湖北的一个状况 前两天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有注意到 就是在27号 那么在湖北的黄梅县 那么还发生了跟隔壁的九江 江西九江之间的一个大规模的冲突 因为有大批的湖北人要经过九江 回到她的这个打工的地方 但是九江的警方不让放 结果两边先是警方之间的对峙 然后最后就是这个上万的群众的 这样的一个冲突 而这样的现象根据我刚刚跟您大家所提到的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现象 现在的情况是湖北人到处都被严访 都被歧视 所以呢当时整个要解封的时候 湖北省委书记应勇提到说 这个湖北为全国挡下了这么重的疫情 大家应该要敬重湖北人 应该要协助湖北人 看起来这个话在其他省份的人来讲的话 他们还是有各自的一个盘算 好那为什么大家有这么样子的不放心 这个其实主要是因为大陆的疫情 是不是真的已经控制到所谓的清零 现在连大陆人大陆社会都不是太放心 我们看到国际医学期刊 这个刺隔针 在前两天就有刊登有一份研究报告 当中他提出的警告 他说 他说这个湖北过早解除封锁的话 会导致这个病例二次高峰提前到来 研究报告当中提到说 武汉的封锁如果一直持续到四月份的话 可能可以让疫情的第二波 到今年晚一点的时候才出现 但是如果提早的解禁的话 那么第二次的感染高峰期 在八月底就会出现的 这是一个医学专刊上面的一个警告 那我们看看中国的专家怎么说 在3月25号有一个中欧抗疫的一个视频会上 钟南山在会议上就提到说 说在全球疫情这个大背景之下 中国要防止第二波的高峰 还是必须要保持现有的防控的措施 而复旦大学的这个感染科的主任 张文宏教授 他在3月27号回应媒体的询问的时候 他也提到说 这个要维持警惕防控措施非常的要紧 那么另外美国堪萨斯大学医学院教授 董雅峰在回答科技日报的访问的时候 他也提到说第二次的疫情复发 有可能有以下的情况 那么在国内的患者所引发 也就是说他不纯粹只是要担心输入型的病例 那么他讲的有哪四种状况 有可能在中国国内还会继续引发 第二波疫情 首先第一个是治疗治愈的患者 他的病毒转为阳性 就所谓的复阳者 这类的病例在之前已经有过报道了 第二个是那种假阴性的病人 因为核酸技术的敏感性不够 导致在检测的时候没有被检测出来 他体内还残留着病毒 那么等到他的体内免疫力下降了之后 病毒又会开始大量的复制 而成为病毒的系带跟传播者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的话就是无症状的病毒系带者 那么已经证实了新冠病毒的系带者 会有不发病 没有任何高烧肺炎 这样这种临床的症状 而这些人的可能性 可能是现在最大的一个隐患 当然他也提到说 还有可能是第四种叫做 全新的新冠病毒的患者 这是因为目前的病毒 溯源工作还没有定论 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在冰岛 已经出现有人身体上 同时有两种病毒的一个存在 所以这也可能是一种隐患 不过这当中我想最值得关注的 就是无症状感染者的问题 因为在中国一直没有公开 这一次的新冠肺炎病毒当中的 无症状感染者的数字 那么很多人会产生疑虑 所以李克强大陆国务院总理 在3月26号他就提出来说 要针对无症状感染者 要高度重视 而且主要是他认为说 现在社会大众日益关切这个问题 那么到底无症状感染者 有没有传染性 这个病情会不会进一步发展 那么需要给社会大众 一个清楚的一个交代 所以大陆的国家卫健委 那么就立刻的有一个回应 那么这个回应当中就提到说 无症状感染者也可能成为传染源 有一定的传播风险 那么他讲的无症状感染者 是指没有发烧 没有咳嗽 没有喉咙痛 这些临床症状 但是从呼吸道的标本来追踪 会发现他的检测是阳性的 那现在这一类的人就有可能成为 那么大陆 中国内地 这个所可能的下一波的疫情的一个原因 也正是因为有这样那样的这一些的考量 现在那么中国大陆一方面说要全面的复工 交通也恢复了 甚至连电影院都说要恢复的这个播映 但是当然前两天又临时喊咖了 那同时现在这种无症状的 这个吸毒的 吸带病毒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也在各地出现一些个案出来 那所以在昨天 中国大陆的这个疫情新增确诊病例 已经又增加了到了七八十例 那么所以这很可能就是为什么各地的人 对于疫情还是那么不放心 对湖北人还是提防戒慎的一个原因 当然这所造成的歧视现象 同样是值得来关注的 好今天就为您讲解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